所谓回归东亚大陆 中华民国回归东亚大陆 是从中国人的心底里 回归到现实政治的 东亚大陆现实政治的中心 至于历史上的那个中华民国 诚如邱教授刚才讲的已经消亡了 那么今天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 我跟邀请有点不同 我认为他也快了 所以请大家明白一个基本的概念 这第一点就是回归东亚大陆 是从中国人心里的那个中国自由之梦 自由民主之梦 回归到东亚大陆的现实 第二点 中华民国回归东亚大陆的这个运动 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就是必须把属于台湾人民的 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完完整整地交谈给台湾人民 没有这个前提 这个运动就不是一个自由运动 在日内瓦在日内瓦藏人去请我去开会 结果开会的时候 所谓的中国的民运人士 绝大部分都不允许在那个会议的最后的结论里写上 西藏人民有民族的自决权 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因为那是我起草了 最后通过的最后的文件里这句话被取消了 就是藏人 西藏人民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这句话被取消了 在他们大会宣布的那一刻 我在后面站起来告诉他们 你们承认不承认中国人 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你们承认不承认汉人 汉族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如果承认 你们为什么不允许西藏人民 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当时全场 我变成了一个孤独者 那今天 当我们再重新说起 在我们再次提到中华民国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中华民国 回归东亚大陆运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前提 那就是 要把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还给台湾人民 谢谢 对不起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场开放Q&A 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现场 问问题 问题是半分钟 半分钟 不能够在这边传输你的里面 只能够问问题 明教授你好 我是你的忠实的粉 你好 请教一下 明年 今年2016年 我相信不只是台湾 是国际社会都要看台湾这场选举 那我相信您在国外 以及您回到台湾 您看到蔡英文主席 他表现出来的 跟目前有许多台湾人 他们还是质疑蔡英文在破例上是欠缺的 我想真的这个问题 您认为蔡英文是不是一个有破例的领导 就这样 谢谢 时间更好 谢谢 我不敢说它是有破例的 但是我相信它不会背叛台湾 就是即使是在中共的逼迫面前 我想它不会背叛自由的台湾 这是我 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 至于它有没有破例 那让我看台湾人民有没有破例 如果台湾人民给了它破例 它就有破例 如果台湾人民不给它破例 它一个人有什么破例可言呢 对 谢谢 好 下一位 袁教授你好 我是退出公务员 也是之前担任驻外人员 我想台湾在国际的处境里 我个人感同身受 我想提的两个问题是这样的 第一个 假如台湾坚持中华民族宪政体制的话 有没有办法对抗来自中国的 中国同意的威胁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这个中共从1997年开始就告含 所谓的中华民族偉大复兴了 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办法救中共 谢谢 第一个问题请您再说的慢一点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就是说 假如台湾继续坚持中华民族宪政体制 有没有办法抵抗来自中共的武力威胁 统一的威胁 现在我为什么认为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不能够再用 它不适合自由台湾 为什么 第一点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中华民国的存在 他认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死了 但是你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没有 共产党在全球的范围内打压中华民国这个概念 我们知道有个台湾的小女孩在伦敦那唱个歌 呸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然后就受到中共的打压 在世界范围内打压 但是同时呢 他又绝不允许台湾人民通过修改宪法 把那个中华民国这个名字改掉 为什么 邓小平临死的一句话 我在一本书里其实写过 说出了其中的玄机 邓小平临死的时候 留下一个政治遗嘱 他说啊 中华民国的这面旗帜 必须由我们 也就是共产党 把它降下来 不能让台湾人自己把它降下来 这是他的遗嘱的原话 那么怎么来诠释他呢 我的诠释就是 如果由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国这面旗帜 降下来 在台湾升起的 就是中共强权的旗帜 如果由台湾人民自己把中华民国这面旗帜降下来 在自由的台湾升起的就必定是台湾共和国的旗帜 所以不能用中华民国这个原因就在一次 从另一个角度看 在国民党权贵 特地的投共卖台的基础之下 我们说国民党投共卖台啊 很多人就问我 我说这个还需要举例子吗 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 现在这个国民党的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王儒权 知道拿的是什么学位吗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位 看一看中国的那个学位授予条例 学位授予条例的政治标准是什么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就是你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才能给你这个学位 思想基本原则是什么 第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坚持马克思练进主义 第三坚持什么社会主义 这不说了 就是第一条 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并因此得到了中国给的学位 说它彻底的 国民党彻底的共产党化 难道说错了吗 所以在国民党全会 彻底投共卖台的背景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实 那就是在整个台湾社会中 唯一可以抵挡中共强权 想要征服台湾意志的 那个政治意志就是什么 就是台湾的国家理想主义 就是四百年来啊 在台湾人心底里沸腾的 那个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主权 独立国家的那个意志 所以呢 我为什么说一再的呼唤 必须创建台湾共和国 就是因为 如果创建台湾共和国的这个 国家意志 如果现在消亡了 在台湾社会上 就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意志 就是能够对抗中共强权的征服意志 这是第一点 第一个问题回答你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中华民族用这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口号 能不能救了共匪的命 我这个书里一直有一个观点 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 卖国贼集团 因为他背叛了自己文化的祖国 背叛了自己心灵的故乡 背叛了自己精神的家园 我这样说 有没有根据 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共产主义 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代理人 在东亚大陆 共产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那个思想 又来源于哪里 又来源于西方的极权主义的文化传统 我们要知道 西方有两种文化传统 一种是自由民主的文化传统 那是一个普世价值 另外一种传统是极权专制的文化传统 极权专制文化传统的一个现代的经典表现 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而中共的这个政权就是西方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 在东方建立的八十底蕴 而中共统治东亚大陆 将近七十年 它对整个东亚大陆上的所有的民族 都实行了文化性的种族灭绝 而首先被灭绝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接着是蒙古人的文化 现在他们正在试图灭绝维吾尔人的文化 灭绝西藏人的文化 藏人的文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而且共产党自己也讲了 共产党所有的官员有一个口头禅 你们可能不知道台湾朋友们知道不知道 什么口头禅呢 就是死后啊 要去见马克思 所有的人都这么讲 他死后他要去见马克思了 说明他是 德国极权专制主义的孝子贤孙 跟中国的 中华民族有什么关系 他 他有什么资格 所谓的复兴中国文化 看看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的摧残 看看现在文化是要有栽体的 看看中共的现在所有的教科书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研究生 所有的教科书里 充斥其中的 完全是西方的极权主义文化 哪有什么中国文化 所以呢 他是假中华民族之名 行实现西方极权主义 统治世界之实 所以我相信呢 共产党这个 借什么中华民族复兴这个 名字啊 想要救他 管救他的命运是不可能做的 谢谢 可以 袁黄斌教授你好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应着陆 然后中国又大局抓捕维权律师 你会不会认为说中国以后会变成一个北朝鲜 我这个在前几年我写了 就是这个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啊 有个公报出版社 我在公报出版社出了一本书 叫做《人类大劫难》 那在那本书里我就讲到了 我就预见到 那是2012年之前出的书 我认为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太子党全面主宰 中国权力意志的时代到来了 那么这个时代呢 将是中国万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代 因为他既要继承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政治 同时要继承邓小平时代的腐败政治 现在继承恐怖政治你已经看到了 又是抓捕律师 又是对这个言论进行严密的封锁 甚至最近甚至越境啊 连这个表面文章都不做了 越境去到这个香港去抓捕这个出版者 一些书籍的出版者 已经近乎于疯狂 那经济上的所谓反腐派 我刚才已经讲了 那个反腐派就是 在腐败的问题上 只许太子党放火 不允许关二代点灯 这种为了权斗而进行的反腐 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阴谋 他也不可能了 这个根本上防止腐败 所以在这样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到来之后 我相信当这个黑暗的统治 再也没有余地向前发展的时候 人民的反抗就会到了 现在我可以断言 像当年爆发六四那样的全国性反抗的 所有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 像当年在俄罗斯爆发那次全民反抗 转瞬之间让七十年的一个共产帝国 严消云散的那样一次 人民起义的所有的因素也都具备了 现在说等待的只是一次历史的偶然性 谢谢 再点位 袁教授您好 我的身份可能在会上里面比较特别 我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 现在流亡日本的政治万豪家变态辣椒 各位可以在网上搜到我的搜索 什么名字 变态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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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多介绍了 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 因为您之前说在日内网开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在中国大陆经常遇到 我有很多也是推崇民主自由价值的朋友 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 是大一统的这个迷思 我想问一下 假如中国以后 比如说中共解体了 中国其实他是面临一个非常问题 就是一个大一统的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中国人绝大部分人都破解不了 我想问一下您有什么想法 在中国七十年统治中 对于中国最大的祸害 就是毒害了中国人的灵魂 毒害了中国人的人格 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铁幕统治之下 中国人的人格的奴性化 谎言化 物欲化 已经成为了这个民族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最重大的人格障碍 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呢 那当然是存在的 但是关键在于 即使存在这种情况存在 即使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们也要和这种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后遗症 进行思想的决战 心灵的决战 虽千万人而无网易 我们只能承认真理 不能承认多数人所坚守的谬误 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必须克服的艰难 如果你没有做好 要克服艰难的准备 你就不要去谈论和自由有关的高尚的事业 这是我对你的回答 谢谢 袁教授久仰大名 各位产观学界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请问一下 今天的新书发表会 书名是大选之后的两岸关系变化莫测 那我们下个星期的今天就要投票了 不知道袁教授是不是愿意告诉我们一下 你对我们台湾大选的客观想法 还有大陆人民还有领导阶层 大陆领导阶层对我们大选的客观看法 希望多多指教 谢谢各位 首先这个莫测 这个莫测 这个莫测他搞错了 异浴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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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台湾社会的转型正义的锋芒 会立刻转向国民党的党产 如果现在还没有人想要转向的话 那就请听我的呼吁 选举 选举之后 这个权力又失去了金钱的情况下 你说它凭什么继续存在 所以我说这一次的选举 必然产生国民党的末日大崩溃的效应 那据说共产党怎么看这个事情 共产党心里完全清楚 他们现在这个事情搞坏了 精心二十年培养在台湾培养的政治代理人势力 很快要被台湾人民唾弃了 他们真正的意识到 他们的专制意志将要败与自由台湾的人民的意志了 这一种情况下怎么办 狗官内部在互相的推卸责任 马上要开始一轮新的权力斗争 以这个为借口 那么他要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第二幕曲就是对台湾全面的主权逼迫 对于这一点呢 希望台湾社会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相信只要台湾社会万中一心 表现出维护自己主权独立和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 铁血的意志 就一定会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也会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 在这里呢 我和我的一些朋友 我可以先透露一件事 本来今天不想说 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决心 只要共产党中共强权敢于对台湾动武 我们就将组建两个组织 一个是全球华人保卫自由台湾大同 国际同盟 一个是国际保卫自由台湾志愿军 我们将和台湾热爱自由的人们并肩战斗 我们愿意留学 谢谢男主席 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 店长其实还有很多要提问的 但是真的我们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而且我们这个场地要交给这里的主任 所以呢 我们现在请袁教授到外面签品的地方 那有要签出的地方 就请从这边排队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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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 再跟 梁氏 跟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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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梁氏 好 我来看时间 好啦 好 好 我就请 我们当当 这一个贵 那贵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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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以后就不要说两岸了 两岸变成金门跟那个厦门 麻子跟马尾 这个两岸 那贵廟 很久没有前出 完成半年再贵廟 对 还要吃 那贵廟 谁还是 没有啦 还有一个过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